为了替慈祭喜盛中心 还有人文学校来求募建设基金 马来西亚槟城就有一家企业 他们举办了爱心音乐会 从策划到布置 全部都融入了慈祭人文 而整场活动也募到了台币一千多万元 音乐会以花道和茶道揭开序幕 马来西亚知名女高音陈素萱 带着医护人员 慎友和小朋友 在台上唱让爱传出去 用歌声传递善念 比说教来得有感染力 冰城一家维特公司举办爱心音乐会 希望替慈祭喜盛中心 及人文学校筹募建设基金 活动虽然是以中文和英语为主 还是感动了只听得懂马来话的员工家属 整场活动从策划到会场接待 全都是维特企业员工负责同筹 除了员工积极参与 也邀请合作厂商和企业 500人共襄盛举 带新闻真善美志工 黄慈玉 谭友利 马来西亚 槟城报道